英哥 什么活 不是活 我来求助的 不忙 别 我家里我姐姐 是我 我姐她在大厅 你姐给大厅 那现在就一门心思要去澳洲 等会 我先说 我录个屏 因为我可能回头要给我 我姐她父母看一下 就是她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 你要把录屏 你要把录屏发给你姐 对 然后她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我姐有一个孩子 今年上二年级 然后她不知道在哪 可能就在网上 看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她就觉得 这个中介跟她忽悠 说孩子到澳洲 军舰叔 一个是压力小 然后说 我不知道她说 她是移民 还是是入籍 然后还是说打工 反正是不够活的 对 我慢慢跟你说 我二舅和二舅妈 就是普通的开饭店的 那个 就算是开饭店的小老板 但没挣多少钱 在 就是很安达 就是随话那边的一个小县城 你姐去 你别说 你别讲了 你的故事讲太磨叽了 你就告诉我 你姐去是奔啥去的 就是孩子压力小 孩子压力小 建议你上非洲 上什么澳洲 上非洲多好 非洲都不用学习 非洲 非洲你到上课点 领你孩子天天野外实践 追大兴 低了大成毛 追大兴都好 那学啥 哪有压力 是不是 我现在就说 就是他说 澳洲他已经交了 两万块钱的定金了 我二舅妈就说 这两万我认出了 但你别走 但他现在就不是 就被洗脑了 就说我就觉得澳洲好 就是我去了 孩子就没有像国内 这种卷的压力了 孩子 我还是那句话 建议孩子上非洲 连鞋都不用穿 天天教孩子穿鞋 穿袜巴 鞋带系上 还教孩子系 鞋带 教那干啥 上非洲多好 鞋都不用穿 裤都省了 可能他讲话越平实 越长越快 对不对 你到时候回来 孩子身体 谁身体素质能比过他 那你捡孩子 现实能个树上 打球 挡球尖 再藤蔓挡球尖 抓大象 追狮子 对不对 多狠呢 那还学啥戏了 还往下比 往下比 那个孩子 不念就完了 你等拖到孩子 初中毕业 完你再回来 医务教育也过来了 不论不念 继承你姐的那个 威脸女伯爵的 那个古堡就完事了 家里现实 三杰狗熟牛 是不是 家里面有集团 你姐还叫龙奥天 直接上演人生 就完事了 扯那干啥 还怕又卷又溜的 那咋的 以后他 以后还可澳洲 长大挺牛逼的 那讲话 全世界其实最严重 就澳大利亚 那现实他孩子 你就连你姐的 你姐的孩子 现实可澳洲排名 是这么排的 澳洲白人 澳洲女白人 澳洲袋鼠 澳洲母袋鼠 完是你姐 跟你姐孩子 那讲话 那排序都给你排好了 那现实你姐去 能干啥呀 力气活能干动啊 打工能打上啊 能用上吗 那头 那个大王 我想问 就是他现在 中间呼呼他这个 就是你说我姐 就是一个 普通的中学老师 然后他带孩子去 他有办法入职吗 他入啥时 你姐现实 就赶紧出去之前 啥时候走 赶紧定准了 赶紧去促成按摩班 赶紧去学去吧 赶紧去学按摩去吧 去了以后你会啥 你列不列不给那 哈喽 Excuse me 你就你在出去 能干啥呢 我后期了 那孩子 那孩子 讲话快乐教育 那嘎嘎快乐教育 下午三中放学 你上班 你给孩子扔家 你问一样吗 那代鼠都不行 咱多个家 我的意思是说 他花钱能入籍吗 不是 咱前别说入不入籍的事 如果花钱 就你一姐 你一姐那个身份 花钱能入上籍的话 那讲话 那还跑美国 跑那乱干 都上澳洲得了 对吧 地广人稀的 那么大片面积 一共六七千万人 对不对 那代鼠比人都太多了 那都上那去入得了 还入籍 拿啥路啊 你姐现实挺大 所以说第一个还挺大 那讲话一岁形 两边头发炸个巴 一句英文不会说 上来就骚理骚理的 那出去除烂摩 能干啥你告告我 我没别的问题了 就我姐这个 什么你问题 就问你姐现在除去 除干阿摩还能干啥 那澳洲人 跟老大大熟 人均身高都一米八级 那老男的 那欧美老男的 长一米九级 大个四十八少大脚 那大脚要正常 就捏下吧 跟那 好啊 这我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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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摩脚之后 歪歪闭个 行我没别的问题 低了个孩子 那讲话自己过去的 女的高学历的 都没说 跟那混个名 混个名 才处理 你解现实英文一句 不会低了个孩子 带个爪去 都得可你姐算 因为啥 因为你解现实 化上妆以后挺好看 卸了妆以后 给老外下棋袋鼠溜了 连夜棋袋鼠溜了 就他聪明 我看你